這件是蠻優秀的耶 就是很實穿 然後價格也都蠻甜的 蠻可以入手的 超級 這件是什麼 镂空蕾絲小卷邊踢 它這款是比較像是亨利踢的那種踢 就是它的領口是有做三顆扣子的設計 它的扣子都是可以打開 你要想要再低胸一點也可以 或者是穿的比較高齡圓形一點也可以 它是有做這種蕾絲花邊的 就它布料上面是有蕾絲 蕾絲感 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有這樣镂空小洞洞的蕾絲 所以就還蠻細緻的 就是如果是一般素色的話就是太多了 那這件相對它就是比較有一點小設計 然後又比較有... 下白卷邊 袖口跟下白是這樣卷邊的 卷卷邊 卷卷邊的設計 那彈性也蠻好的 看起來很小件 但其實彈性真的很好 所以穿起來會是比較合身 但是不緊身不卡身的那種版型跟舒適感 那它就是很簡單 就是搭一件素T就可以了 不是搭一件牛仔褲 對它因為素素的嘛 那你就搭一件牛仔褲就可以 然後而且它上面又有一點小設計 所以就是你不想要穿得太複雜太多的時候 這種我覺得就很適合 這個米白色跟黑色基本黑 總共四個顏色 然後下半身的褲子 下半身的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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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刷就水洗直筒單寧褲的 藍的黑色 那小編穿的是黑色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是藍色 那總共有兩個顏色 那小編身要穿的是藍色 小編是穿S號 那我覺得這件也是版型正常 然後穿起來很順 以及褲版很直筒的小直筒褲 你知道有些小直筒褲沒有很直筒就不好看 那這件很直筒 我就喜歡它夠直筒 而且板就是布料夠挺 因為如果它不夠挺的時候 有時候小腿那個地方不要穿 就不順 那這件真的很挺 然後它的腳踝處會有一點微微的鏤空 對 腳踝的瘦 我最喜歡這個腳踝 就像是最瘦的地方 對 而且它布料又有挺度 所以它布料其實是蠻有挺度的 是有磅束的 就可以感覺出來很軟的那種布 但它又有彈性 所以它算布料是很有磅束的那種 但穿起來是舒服 對 你也可以蹲下啊 劈腿啊 劈腿應該是可以 總之對比很愛這個 對 很舒服的 然後腰圍也是內部有這樣子 全鬆頸帶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也很友善 就是對各種身型也都蠻友善的 因為穿起來會很合適 對 兩個顏色 藍色到黑色 你把那個上壓出來 好 後面那個那麼平 好 然後正面 正面 然後側面 然後背面 那個後面有個紙牌 幫我們壓一下 這樣子 就是順身的 那這個是黑灰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藍色的 兩件都是有點仿舊 隨喜的那種刷色這樣